歡迎收看今集的《詭異檔案》 繼續有我梁家琦和司徒發政師傅 你好 師傅, 我們今集繼續會在台灣 搜查不同的詭異檔案 是 今次去哪裡呢? 今次其實我們在一個地方 延底以前是日軍的 即是在佔領台灣的時間 這個地方曾經有一些好意外 有很多人在這裡過世 一直都是傳聞 譬如說那裡有很多陰靈那些 我們其實想去一個地方 去做一些祭祀的事 有些跟他接觸, 希望做一些法事 其實好像報恩, 報一些報師的事 因為那邊的人叫我們去看 我們就去看一看 但其實在裡面的時間 我們發覺很多問題在這裡 待會再說 首先要介紹一下我們今集的三位嘉賓 包括有第一次上來節目的馮師傅 這位師傅很年輕 接著就有Steven、蔣興隆 還有李隆基, 基哥的 好, 兩位前輩 你們平時都應該很多時候 會出外登台, 是嗎? 兩位前輩? 前輩, 你說出來 好, 基哥 你們平時會不會在外面的酒店 或者在外面的地方 遇到什麼奇怪事? 出真外, 一定會住酒店 不過剛才我去託賴 沒遇見過? 沒遇見過, 什麼特別的事 沒有, 但聽過就聽過 對, 經常聽別人說 好像最近去了雲頂 很出名 對, 很出名 但我又很… 你殺了你狗, 是嗎? 拖賴… 對, 調味夠粗 真的, 我也覺得挺舒服的 他不想說嚇到別人 我知道他… Steven呢? 其實我藏到的機會也沒有 我還沒見過, 我也沒見過 不過都是家人, 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 都有見過 都挺令人驚慌的 還有很多人驚慌 我口都很驚慌 待會就請Steven跟我們說 好… 好, 第一次上來的馮師傅 你是哪個門派的? 能量風水學 有什麼分別? 跟平時的風水學 我們除了中國的傳統風水之外 有加入西方元素, 有水晶的能量 還有靈氣 我也看見他帶了很多能量、水晶 稍後再跟馮師傅聊天 好 好, 我們先講回今集 師傅, 我們這次… 我好像經常聽到… 一聽到是日君 好像一定有些淵靈 因為他們很頑皮, 去到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侵佔也好 他們經常去捉人 可能殺人 相傳很多都是這樣 打仗, 我不能說, 說實話 所以說, 特別多這些冤靈的地方 在他那裡做出來的意思 其實是否在師傅的角度 如果祭冤靈某程度上 都是一種功德的行為 其實我不太贊成 我們自己去拍攝 我們沒什麼準備 去一個地方叫他們去祭祀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做不到 不過來說, 有時候認當地的人的時間 譬如那個地方特別邪靈多 或者他們的感覺不知道要怎麼做 我們會去那裡嘗試探討他們 如果有些人做得到 可以幫他們解釋, 就跟他們解釋 但其實我們都很隨緣 我還以為經常祭冤靈 就是幫他們超渡以為 都是一種功德的… 原來都不能… 其實是功德的… 只不過我們只是做一些小部份的事 那邊的師傅 我們可能能夠跟他們合在一起 但我知道這次就不太… 我們想像中順利了 順利了 中間也發生了些事 究竟是甚麼呢? 現在看看 這次鬼儀攝製隊繼續會跟隨 精通茅山術劫過老師 去到台東一個出名遠去衝天的廢紙家具工廠進行探靈 據說這個工廠前身是一個軍營 曾經因為軍事意外 導致多名軍人當場被炸死 其後整個部隊被迫遷速 經過幾十年之後 就有商人買了這幅地興建家居工廠 過程中突然發生大火 導致多名工人被燒死 附近的人就認為是死去的軍人怨靈 並眉望思 一直作罪、害人 要控爆炸 炸死很多人 你們等下的陰氣很重 那這附近的居民呢 就一直跟師傅在一起 雖然師傅他自己說的意思 但如果我聽不上你說的 我們只能夠盡力而為做得多多 兩位師傅馬上作課, 準備招力 但是我也是維持一樣的 一廚刻, 你向蕭玉 行…也要 這樣就這麼行 中間關了, 也要走 盡力而言, 我們沒有說一定得到多少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你們要讀馬的招令是鬥牛屎 因為他… 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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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哇 這是什麼東西啊 哇 這是什麼東西啊 師傅,剛才郭師傅對那裡的民居有影響 其實是甚麼影響呢 其實感覺很奇怪 那個地方也附近有很多居民 但是自從發生這種事之後 他們經常聽到一些聲音 甚至聽到暴粗 也有一些在那裡意外的人 也有種很奇怪的東西 還有一樣奇怪 那間園底是一間廠 他很多時候想把它改建成 就一定出問題 一下子就來投資那個老闆 一下子就死亡 甚至可能他破產 總之他是搞不成的 有搞成的 他說去做的時間又出事了 所以一直丟空了 那個地方就… 很奇怪,你看到我們進去裡面的時間 這個地方其實很大 看上去很大 但是它很詭畢 每個地方行業的時間 那天沒有風 但是我們覺得很寒 你看到我們也穿了這件衣服 感覺… 它簡直是那種風 不是叫… 寒 寒的 刺骨的 有暴風風 我們說就叫陰風 我也很少穿一件厚的衣服 我自己也穿了一件厚的衣服 因為我感覺是寒的 不過不去也不行 當然你是師父 沒錯 其實剛才看片段 看到你們兩位師父在做法事 你們兩位的法事是否在做同一件事 還是分開兩件事 其實差不多 因為那邊也有台湾很多師傅 那師傅也是神功的師傅 當時大家去做 北約而同做一些事 我們希望有些陰靈的事 跟我們有些溝通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一些引靈的動作 不是趕 希望靈在那個地方 你可以出來 大家有什麼溝通或談 其實我們是一個接觸 不是趕, 不是超渡 沒錯 是在這裡引導他們 沒錯 因為是否要引導他們出來 然後才可以幫他們超渡 當然是 如果那裡真的沒有 我們浪費了這麼大的時間 又燒又吃, 原來沒有東西 那倒是 那當然先試試他有沒有 但你感覺到陰風應該是有的 是的 根本不夠睡眠 每個人都不夠睡眠, 不是吧 其實有時候也會害怕 是… 你覺得寒風還是穿上衣服 起碼也不要凍傷 有, 我真的試過去看一間屋 原本是找我看風水的 因為他的護主病了 看很多醫生 根本找不出問題是什麼 然後找我去看 誰知一開門, 沒風的 是冬天, 沒風的, 關窗的 整股行氣衝出來 還有一些臭味 有些臭味的 那不就是有… 但他的房子很清爽 不可能有垃圾, 但有一股臭味 但進去就沒有 一進去那一刻 就感覺到很寒, 還有一股臭味 以前我聽人說過 如果有味道就很厲害了 對, 他有時候有香味或臭味 也不奇怪 香味? 對, 有時候有香味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晚上走哪兒都好 有些香味或臭味在旁邊走出去 你不要說很香或很臭 他會引你 不要說話 沒錯, 當聽不到湯 這樣走就算了 我明白臭味, 但為何會有香味 他主要跟你接觸的時間 他想跟你溝通的時候 未必一定是用某一種臭味 因為臭味可能別人會聞到 或者是有個境界, 香味你不覺 或者你那時候是女的 人有… 塗了陰間香水 剛才師傅有說 跟另外兩個女隊員說 一枝香的時間 無論是否看到都要離開 但有時候我們看到 如果一枝香的時間 就算關掉了, 也要繼續留在那裡 但譬如剛才的情況就是 你一枝香燒完就要馬上離開 怎樣分別, 何時會做 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剛才說香 其實一枝香燒多久 要看了 香來說, 有些是15分鐘 有些是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視乎香的質地去做是怎樣的 通常一煮香 就是以前是一個時辰的 一個時辰來說有時候兩個小時 一個時辰是兩個小時 但是我們有時候去的時候 我們有個結界 如果在某個地方 我們要做些招靈的事 我們拿個結界 結界的意思是 那個是安全的地方 我們會放香在那裡 如果香燒完有什麼問題 不離開的結界 你還是安全的 你離開就出問題 但是上來講 如果我們要去那個地方 探靈我們是走的 我們沒有結界,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很可能那枝香 說在安全的時間 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 就不是在這裡, 要離開這個地方 燒得快, 與牌子無關 也很尷尬 即是有名牌 也要看看 也有雜物 貴的可能較長 運氣選擇做雜物 那就燒得快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件事 香來講 譬如說你們會說貴便宜 其實有時候真的不是 如果可樂很漂亮的香 那裡的靈多是搶食的 它搶食的那些香 靈多發脆, 發脆地燒光 但如果沒有, 它可能會慢 我們曾經試過 有些地方放香 它直接沒有風 沒有東西 它的香就跟著立刻扯走 很快就像吃香一樣 真的吃煙, 便會發脆 你們拍攝是不是很趕時間 如果它燒得快 會的… 會的, 同時來說 但我們會看 如果我自己在這裡的時間 我會加 我在這個安全情形 我發覺它是多了 這個危險性不高 我們就會立刻再下香 未被它燒完, 我們繼續下 一定要保持下去 但我們都是以一炷香來做安全 如果你看到那枝香 突然燒得很快 代表那裡是有東西的 沒錯, 因為可能陰靈在搶火 有這個情形 明白… 剛才我們看到那兩個隊員 就是負責進去裡面那兩個 沒錯, 像我以前拍過海嘯的時間 我去一個地方的時間 我們有攝影師跟他們 他們是不會相信這件事 但那個地方, 你知道 泰國很熱, 對吧 對 我們當放香和燒點的時間 忽然間有一陣風吹來 噴噴噴, 那些香就扯著 和地上燒的東西不斷扯走 原本沒有的 沒錯, 沒錯 就會有一陣風 還有一樣奇怪 他們的攝影師很多是用無線的 那些閃光燈 是… 當它安裝了時間 一閉的時候, 它是不著的 好 當你停下來 它就像那些音樂一樣 自己閉, 自己閉 那就真的害怕了 剛才師傅所說的 很明顯有一個訊號 就是你的攝影機是一個訊號 是的 但這次我們去到這間工廠裡 究竟給了什麼訊號 告訴我們 究竟這個地方有沒有 稍後回來繼續看 是 的 那個 你知道嗎? 就 真的所有身體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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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冤靈, 其實什麼叫冤靈? 冤靈是在那個地方不明不白 而接受了死亡 可能他死亡之後, 不知道他死了 依然在那個地方停留 靈而言, 他死了, 他沒有意識 但他的意識只是停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在那個地方停留, 那個叫冤 就是不知道怎樣死了 而冤靈坐在那地方的時間 也有很多虛空過往的靈體 進來看見這個地方有多好 聚集一班, 於是他會越來越聚得緊 加上如果氣場越來越負能量越來越低 聚集的冤靈就更多了 其實冤靈就是這樣 當然, 如果九十多歲都過身 那叫笑桑, 是不是? 那些就不會了 那些就沒有冤靈了 因為他去得很自然 我們曾經去… 我也說了海嘯的時間, 我們去看 那些冤靈在晚上我們去看 就是可以看到, 和你很直覺的感覺 看得到 他爬上, 爬下在那條繩子 他用一些藏單, 因為海嘯來 他有些走, 有些是想爬上去避 他還在這裡來來, 也有人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告訴別人 你不要害死自己, 即是自殺 自殺是一個很大的罪業 可能他跳樓的重複 要繼續不停跳 除非有師父替他解釋 告訴他, 你的執著應該要放下 不要再繼續 師父, 跳下來的痛苦 一直一直發生 是自己受傷的 師父, 沒錯 師父說起這個海嘯 我有朋友是開巴士的 他做夜間的 有一次試過在橋下 很多白色的影子爬上來截車 白色的影子, 簡直很清楚 他看到很多白色的影子 很慢的, 爬上來截車 他知道是那些東西 我就想問一問, 師父 經常聽到很多人看見 但是否真的是某一類人才能看見 要這樣, 很多人都說 我看到靈 可能我們五個人坐在這裡的時間 我們看到前面有一個靈 但可能大家感覺不同 你可能看出一段戲 可能看到他覺得半身 你可能看出女生 我可能看到就是嘴巴 所以說, 大家都不敢說 因為靈最主要是給你一個意識 那個噴, 給你意念 每人的心肌不同 沒錯, 所以很多人說 有些人問我 師父, 你去到印度 難道你懂得印度話嗎? 我們也懂 去到鬼人, 見到鬼人, 怎麼辦 其實靈是給了一個很強的感覺 我想什麼東西 你直接消化了 有時候你看到一個人的動作 走過來 他喜歡你, 仰慕你 和想殺你, 不同 眼神望, 你自己走 在那個樣子走 好像想劏仰, 我還比鼻 看他看, 嘴巴黏著 手握著東西 只是達到花, 你就知道… 過來聞到一股香 沒什麼所謂 幾個最少了 聞到香的, 沒事… 既然如果淵靈的怨氣這麼重 如果那個地方聚集了很多淵靈 是不是很難幫助他們 他們的怨氣越積越大 對, 所以我們也說到… 我們去到很多地方 有些地震, 有些空難 我們去到地方 要當地的師傅幫忙做 我們才能做到 其實我們有時候去做 只能在輕微的地方幫助一些 或者用我們的學識 和那邊的師傅 大家去溝通 希望令到… 最重要是淵靈一樣的 就是他執著的 所謂執著就是他在那裡過生 他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還是想回他, 又不知道 他很執著, 我停在這個地方 要告訴他 因為就算很多師傅念經 其實都是說 把他的執念放下, 叫他放下 你已經是什麼 不妨你去投胎, 或者去別處 不要再停留 其實很多師傅在做這件事 明白 你們這次去 其實其中一件事 都是想做這件事, 是嗎 本來在他說的時候 希望我們幫到他 但是我們就說 這個祭靈我們也會去做 但是我們也要探測地方 情況是怎樣 我們才事後可以做到其他事情 所以這次就拍了兩個女兒 在這間工廠上 就是想試探一下裡面有什麼 沒錯 究竟這兩個女隊員 要做什麼儀式呢? 現在看看 有什麼事 我先看 就是這個 有個方法 對 有甚麼不妨 有一點 十分交流 不妨 一陣子 還想看 一比 一比 小 不妨 入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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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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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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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